大家好 大家好 聚焦的粉絲大家午安 那很歡迎大家 來參加這一次的 我們的IT直播 那今天非常非常特別 第一個我們 今天的主持人也換了 是我倩倩 好那今天就是歡迎大家 就是粉絲 然後一樣要記得幫我們這一場的直播 要按讚 然後要分享 大家記得好 那趁著大家呢就是這一次 陸陸續續的上線的同時啊 我今天要把我們今天的 IT就是我們IT 直播的主題我要跟 我們的粉絲再重複一次 那今天大家來聽的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非常的特別是 5G的世界 然後呢一直輕鬆 改變我們的生活 那大家應該會知道我旁邊呢 有一個非常期待已久 就是粉絲們期待已久的 我們的講師 好來我們歡迎一下我們的 張順超老師 大家好我是張順超 那現在是聚焦電腦的講師 那主要現在在 教授的是企業的網路建構 企業網路的架設 還有資訊安全的部分 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一起大家學習 好的那歡迎老師 來今天幫我們主講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還是一樣希望我們的粉絲們 要記得按讚 然後呢要記得幫我們分享 等一下呢在我們的節目的 中間呢我們會有小編呢 幫我們抽出三個有按讚 還有分享的粉絲們 好那老師呢今天呢 我們趁著我們現在的粉絲 都陸陸續續的上線中 那我們要來講一下就是說 那今天呢我們其實 講的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叫做5G的一個行動的通訊的一個議題 那你可以針對老師 什麼叫做5G通訊這一塊 老師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我來分享一下 那5G通訊系統 5G其實是四代的 Generation的這個英文單字 那講解難一點點 5G通訊就是5G的行動通訊 欸小倩 之前你的手機系統最早最早最早 你是從第幾G 也就是第幾四代開始使用 我記得當初我辦的時候 應該是2G吧 2G 差不多差不多 那我們來小小提一下下 整個行動通訊系統 從第一代一直到現在 趨近要我們要進入到第五代 那第一代的那個年代其實 它其實沒有全球標準化 OK 所以全球標準化的時候 大概是在第二代開始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從第二代開始在接觸 那第二代其實還蠻好玩的 那個年代它的移動性不高 OK雖然叫做行動通訊 但它移動性不高 也就是你在使用手機上網的時候 你可能不能夠移動太快 所以那個年代你可能會聽到人家說 啊我現在上高速公路了 OK 可能收訊會不好 不能夠傳東西 但在3G的時候 就把這個問題給解決掉 那提高了網路的速度 OK 提高了網路的頻寬 是 但在3G的那個年代 你大概可以用手機來看一般的靜態網頁 是 然後收發Email 是 做一些簡單的訊息傳遞 那如果你今天要去看一些影音多媒體啊 那玩線上遊戲3G其實支持力不夠 那後來才演進到現在的第四代的行動通訊 第四代的行動通訊 現在大家用起來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都會覺得說看影片啊 然後視訊會議啊 然後玩一點點遊戲其實都還算順暢 是 OK 那為什麼現在換第五代的行動通訊 第五代的行動通訊 其實其實 它不是為了讓末端使用者 用它的手持設備 去看影音這些 不是不是不是 嗯哼 第五G也就5G的行動通訊 其實為了引導第一個智慧城市的來臨 OK 那以後智慧城市來臨之後 裡面會包含很多很多很多的議題 包含車聯網 嗯 遠距醫療 沒錯 嗯無人商店 還有我們的AR VR在生活當中的一些實現 那這些東西大概在一兩年很快很快 當5G來臨的時候 後面陸陸續續它就會全部通通出現 那跟所有的人其實都有相關 因為你後來就是生存在一個5G型態的環境當中 你必須要去了解它 嗯 很多企業 很多企業現在也看這個商機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新聞雜誌在講的 通通都在講5G這個 對 以前以前 以前蘋果就是靠著3G4G 一下變了那麼大的公司 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今天我們談的東西 對 難怪現在就是現在的 你還記得老師你有看到新聞 像三 三星啊 嗯 華為啊 他們最近也推了很多的一些有關5G通訊相關的一些手機 嗯 那就是代表我們5G未來的世界已經慢慢的要 要來臨 對 好 老師原來5G啊 它可以帶來我們這麼多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便利性啊 老師那你要不要就是幫我們大概的講解一下這個5G的這個通訊 到底可以支援什麼樣子的一些就是事物 嗯 這個我覺得有一個東西還不錯就是前一陣子我剛剛好發現 哦 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不錯的影片 嗯 它是日本政府 OK 日本的類似行政院的這個單位 他拍了一個廣告 是 那要跟日本的國民去敘述一下5G日後的生活有哪些改變 哦 那主要的目的是讓它的人民知道說以後有這些東西改變 他要去適應它 是 那以後有一些相關的商機等等等等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廣告蠻不錯的 嗯 它裡面其實有提到相關的車聯網 是 有提到遠距醫療 嗯哼 也有無人商店 是 還有 還有還有還有ARVR這些使用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小編可不可以打那個 小編我們可以把那個網址 OK 等一下我們把它分享出去 那大家到時候可以去看一下下 我覺得 看那個反而比較直覺 你能夠清楚知道 我們5G以後它的應用這些的改變 嗯 欸老師你看我們剛剛才做了一個起頭啊 我們的粉絲呢 他就提問了一個問題 舉例呢 他是說他想問台灣現在目前的趨勢 如果5G普及的話 那4G也會一樣普及 然後呢大家的一個頻寬 在上網的速度上面 是不是就會變得比較慢了 因為現在4G 5G啊都慢慢的起來了 嗯 有沒有可能影響到我們的網路的速度 其實像我們前一陣子的一些議題 就是說我們去年有聽到說中華電信 要把3G給整個撤換掉 撤換掉 對它的平帶後來是要挪出來給其他利用的 所以其實後來後來慢慢後來也是像4G會被取代掉 對它會被淘汰掉 然後全面變成5G 那那個速度其實是不會變慢的只會變快 對那由它起個頭我們繼續往後面開始講起 那5G其實以後會變得越來越普遍 對 那5G帶來的好處啊 就是說剛剛我們說5G 5G其實以後它的速度會更快 最少最少一定是4G的10倍以上 10倍以上 對 那它的一些專業性的一些東西來講 就比如說它的涵蓋率會非常非常的高 再來它能夠支持連結的設備會越來越多 對 那我們的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延遲性 英文叫delay 它會非常非常低 所以5G來臨的時候 它能夠真真實實的去支持到相關的一些 進階的運作動作 比如說車聯網 剛剛我們說的遠距醫療等等 對那我都很建議大家等一下看一下那個 剛剛我們說的那個影片真的還不錯 好的 好來在我們的粉絲上線的同時要記得 好幫我這個直播呢按讚 然後要記得分享出去 好記得喔 好老師我們剛剛講到了這個5G的這個未來的生活 你剛才也講到了一個重點就是車聯網啊 好老師你最近有沒有看過一些新聞 我覺得老師上課應該都比較沒有注意新聞 有啦有啦 那講到這個車聯網 我們就想到的是 比較一個嚴肅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交通事故的頻傳 好舉例 比如說像現在有很多的一些酒駕的新聞 然後呢都對一些家庭造成的一些傷害 老師那你覺得這個在酒駕這個問題 在這個車聯網這一塊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些比如說我們用路人的生活改善 好 好車聯網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議題 那今天的時間可能沒有那麼足夠沒有辦法把它完整的講清楚 但大方向當真正完美完整的車聯網來臨的時候 它整體會把整個社會跟世界好好的改變 它一定能夠減少車輛的用塞 一定能夠減少一定能夠增加 OK行車的安全性 OK就等一下我們提一下行車安全性 再來能夠加強公共運輸的一些效能化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聽到有那個開車子去擋救護車那些事情 以後車聯網會排除掉 那回到剛剛說的酒測這個問題有趣了 OK 那我們泛亞洲區域裡面 倩倩你覺得哪個國家的人還蠻樂愛喝酒的 我覺得這個國家呢 應該有的時候下班都會來個小酌一下 應該是日本 對對對 日本人壓力蠻大的 喜歡喝點小酒 所以日本其實也蠻多酒駕的問題 早期的時候為了對抗這個問題 他們可能在車場 他要開發出來的車子說我要發動車子 我這個行車的駕駛者絕對沒有喝酒 那我必須要可能對一個偵測系統吹一下氣才能夠做發動 有有有 對對對以前有這個東西 但人就會去鑽漏洞 假設我們兩個 OK開車是我 我已經有點有點醉意了 那我說你幫我發動一下 你吹一下氣我再發動 對那他這樣就避掉這個偵測 那當車聯網來臨的時候有一個議題 對就是車子可以經由網路連結到一些相關 現在正常我車內人的狀態 沒錯 對所以在開車的過程當中 持續的我還是會有一些氣體呼出來 他就持續做偵測 他不會把車子馬上停下來 對他可能會經由網路連結政府單位 比如說連結警局OK 那可能警察那邊收到訊息了之後 可能就會去派車過來 關切或者是注意等等這些 這就是其中一個車聯網當中的議題 車子針對內部的人 所以針對酒駕呀疲勞教室 這些其實都可以慢慢的避免 對慢慢的避免 對 老師剛剛講到那個就是車聯網 我又想到了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大貨車那個視線死角的問題 最近呢如果各位的粉絲 或者是老師有注意看新聞 就是那個大貨車經常會有一些死角 然後一樣造成了一些 我們用路人上面的一些就是安全 老師那針對這個車聯網的部分 針對這個大貨車事件死角 你覺得老師有什麼樣子的見解 大貨車常常在轉彎的時候 會有些出現很多很多的死角 這現在其實現在都是經由駕駛者 自己的眼睛 OK 去做一些判斷動作 人的眼睛是有限的 對 那千千剛剛講到的東西 是車聯網當中另外一個議題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我的車子跟車子之間 能夠經由網路彼此溝通 OK 或者是車子跟道路 OK 或者是一些交通號制能夠彼此溝通 那我就不需要 花費太多太多人的眼睛去做確認 是 畢竟人的眼睛一定會有一些死角 沒錯 那我就可以盡量去避免掉 比如說我車子在轉彎的時候 假設偵測到摩托車 對 他們兩個車子能夠溝通 他已經快要碰撞了 OK 經由網路告知做警告等等 這些以後慢慢的 呃這些碰撞事件啊 那沙子車不小心把 因為死角的問題把人選進去 是 這些都慢慢慢慢會去避免掉 是 所以車聯網來臨的時候 第一個 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傷心 沒錯 它也能夠改善整個世界 OK 那正向的改變 減少一些傷害 我覺得這是對世界非常非常好的 是啊 老師講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老師 其實您剛剛講到的這個車聯網 其實我也想到了一個問題 在我想到這個問題之前呢 一樣 我們的粉絲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要分享 好一定要記得 好 那我們的就是中間的時間 我們的小編呢 會抽出三個我們的粉絲的一個小禮物 是會送給大家 好 老師你剛剛在講這個車聯網的 這個議題之後呢 其實我又想到了一個叫做 老師你記得 你剛剛有講到那個遠距醫療 對 像這個遠距醫療這一塊 在我們這個5G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角色上面的扮演 它又扮演了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過程中 它扮演了什麼樣子的角色 應該這樣說 剛剛我們提到的車聯網 是把交通跟網路做結合 交通跟網路做結合 它會改善很多很多東西 那很多人在提說 我們的醫療 有沒有可能跟我們的網路做結合 會不會改善一些東西 現在分成兩個區塊來談 對 比較常見的就是有一個叫做 遠距長照的一個議題 另外一個是 遠距醫療行為的改變 是 遠距長照這個大家應該其實都理解 人都會慢慢的年老 年老之後身體難免會出現一些病痛 那可能我們平常要去醫院看診 然後拿一些藥等等這些 但年紀大了 行動力其實是變差 那平常應該會是由孫子啊 或者是兒女 帶著老人家去醫院做看診 或者是拿藥等等這些動作 對 但這樣實際上真的有一點點浪費掉 人力的資源 沒錯 那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假設如果今天我們能夠 經由網路是一個橋樑 把醫院跟病患之間 或者是老人家之間 建立一個連結 那我老人家可能可以在家裡面 就進行一些看診 初段的診斷的動作 如果沒有太大問題就不用出去 如果真的有一些要服藥的動作這些 可能就經由傳遞的方式 把藥劑過來啊 快遞等等這些傳遞 就可以減少掉一些人力上面的浪費 這是第一個區塊 這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那另外一個區塊其實是蠻大的改變 醫療行為的改變 在今年就歷年前 在中國那邊 中國有一個蠻大的網路行動通訊廠商 他們做了一個5G技術的應用 應用在哪邊 應用在外科手術當中 也就是他在兩個很遠很遠的距離當中 醫生經由遠端操作機械手臂 那對他的實驗個體 也就是他是一個小小的老鼠 那做遠程肝小葉的切除手術 記得那個實驗個體其實很小 他把肝小葉切完了之後再做一些縫合動作 這需要很精密很精密的傳遞 沒錯 所以這的確確是開始在改變我們整個醫療 把醫療放到網路當中 其實會有很大很大好處 試想一下 以後可能在美國那邊 有一個醫生 他的手術的技術真的很強 但他真的時間有限 他沒有辦法從美國這樣飛過來台灣幫病患 做手術的動作 那他可能可以利用這種機制 OK 經由網路連接過來 OK 做手術的動作 沒錯 這個能夠大大的提升 提升我們人的治癒力啊等等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棒 好 就是說 老師你剛剛講到的都是一些國外的案例 比如說在我們的大陸或者是美國的醫生的醫療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在我們目前在台灣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案例可以成功 老師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剛好頁面也帶到 那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持續進步的一個國家 OK 那你看一下就像台大醫院 他其實現在也有在做一些遠距照護的一些動作 你可以跟醫院去租接一些設備 你可以在家裡面偵測一下你自己的生物的狀態 然後回報給醫院 那做一些遠距照護的動作 所以其實台灣其實有慢慢 不是慢慢其實就一直跟著上腳步 對 那我有許多學生 他們其實也是在做這個區塊的 然後陸陸續續其實台灣都一直在進步的當中 對對對 老師你剛剛在講那個就是我們的遠距的一些什麼 開到的手術啊 當然我就是想到了 老師我們有那個遠距醫療的就是網路的一個技術 那老師你講到這個技術 我就想到了這個個資 會不會那個駭客入侵到 就是可以來偷取 來竊取我們的這些個資的資料 比如說我的醫療紀錄啦 可能都被大家看光了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危機 資訊安全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是 對 那駭客入侵假設偷資料 我個人覺得這個 還好喔 更可怕一點點 像剛剛我們講的車聯網 對 剛剛車聯網 車子跟我們的耗製之間 是不是要彼此經由網路溝通 沒錯 假設今天我車子開到平交道 平交道應該要告知說等一下火車要來 請我的車子要自動經由網路的通訊 把它慢慢的減速 假設如果今天要害人的話 我把這個風包給阻絕掉 對 可能就會有傷害 嗯 同樣剛剛我們講的遠距醫療手術 假設美國那邊 醫生正在做手術刀的操作 沒錯 那刀子割下去 假設我把這個網路的訊息阻斷掉 是 下一個動作不是要縫合 就把它截掉 哎呀 那有可能就造成很嚴重很嚴重的問題 對 所以不管應該以後來說 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技術 都會必然依附在網路當中 對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車聯網 交通 醫療 依附在網路當中 對 那網路就必須要有更安全的保護 所以大概應該這樣講 我們都說5G來臨的時候 大概是在2020年 是 那車聯網 遠距醫療 等等這些東西會在5G來了之後 對 紅波發展 是 紅波發展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要把安全性給保護好 不然會有很多很多的 不只是資料被偷 而有可能是生命上面的危害 對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領域 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跟系統安全這個區塊 對 老師剛剛有那個粉絲 他其實有跟你們分享了幾個問題 比如說 這個遠距匯整的這個問題 會不會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醫療法 好的一些衝突 然後呢 是不是可以建議 比如說我們未來可以修正這些法則 那因為目前現階段 是不是我們會禁止這個線上問診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對 當5G來臨了之後 剛剛我們講 不管是車 車聯網 車聯網以後5G來臨的時候 可能東西 法規那些都可能會修 對 那醫療的這個區塊 醫療區塊 可不可以我由一個 一個手持設備 做一些侵入性的這些檢查 現在是不行的 對 對那以後都必須要適應的法則做調整 所以必然而言 來臨的事情是 要記得喔 以後可能學法律的人 他要不要懂網路 一定要 一定要懂網路 對這個重點來了 我覺得以後各行各業的人 都必須開始對網路要有略懂 比如說做車子的人要得了解 搞交通的人要了解 做醫療的人要了解網路 法律 OK 法律到時候我們一定會修很多很多法則 對那個也要懂網路 對對對 所以剛好這張投影片下得不錯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以後的世代來臨之後 很多地方都需要有基礎網路建設 對 OK 那要基礎網路建設 就要有一個工程師去做架設的動作 還要有規劃能力的人 對 網路設備不是拿到那邊放著就好 你要做適當的規劃 這兩個合起來之後 就會有一個領域叫做網路架設跟規劃 對 有另外一個領域 對就是當網路規劃架設弄好了之後 我要保護它的安全性 當然 所以就會有一個資訊安全 網路安全領域的專才 在這邊 對這兩個以後會 越來越多 市場上面會需要很多很多這些的人 對 對 老師就是有粉絲 好多粉絲 然後有回饋給我們 好多粉絲 好回饋給我們說 老師那乾脆 因為大貨車有視線的死角 那我們只要不要接近車就好了 老師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理論 我覺得事實上也對啦 因為 車本來就是危險的 然後呢 因為會有死角好危險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要靠車遠一點 這個我額外提一下 這種技術其實以前在晶圓廠商就有 我以前還在 在園區當工程師的時候 我們在做那個 生產自動化裡面 它有那個自動車 自動車把那個我們的Waver 放到自動車裡面 後來是車會去把東西運過去 那個年代其實車子 就可以偵測到外面的人 沒錯 對 我們都是有小孩子的人 我們都會有點擔心以後 小孩子上學的時候 總會經過馬路吧 是啊 那總會跟車子接觸 沒錯 對 小孩子如果去避車 可是不難免車子自己來找他怎麼辦 對 所以以後車聯網裡面 其實有另外一個領域 就是說 車子怎麼樣偵測外面的人 對 所以當真正完美的車聯網 來臨的時候 其實我們做父母的 都會比較安心一點點 對對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額外 當5G來臨之後 很多很多東西的議題 可以去發揮 去建設 OK 然後去 改善 改一些法條 對 世界會更好 但就需要 有越來越多人的專家 領域 把它合起來 跟網路結合 才會越來越好 對 老師那針對就是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一個5G技術 那是不是勢必 針對我們的一些 就是 網管人員 他的技術上面 他必須要做一些提升 是 早期的時候 比較多 很多我們都在談 有線網路 對 就像我們在一個建築物裡面啊 然後我們把電腦印表機 伺服器接到網路當中 因為那個年代 有線網路其實跑得比較快 對 但是必然而言 以後很多很多的發展 很多很多的新的技術 它不太適合要接條線 對 對 所以慢慢的開始變成 無線的這個區塊 對 所以以後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網路的改變 但 基礎 最下面的基礎 其實是 是一樣的 就只慢慢從有線網路 對 變成無線網路 對 老師我們的這個粉絲啊 其實都相當的有 就是 那個水 水平 因為他們其實上面有說 其實資安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資安非常重要 嗯哼 好 粉絲有問題 好 那現在呢 好我們來一樣嘛 老師剛剛講了 這麼多一些5G的技術 那我們還沒有針對 就是我們的粉絲 詢問他們 老師剛剛在講的這些過程呢 不知道有沒有粉絲 有相關的問題 可以先提問給我們的老師 有嗎 來當然同學會 粉絲會覺得啦 資安很重要啦 那也會告訴我們 其實資安的技術 也是非常非常 老師 剛剛粉絲有說 老師如果網路斷線啊 那是不是 手術正在進行的同時 那就應該是暫停嗎 還是我們要繼續 對啊 所以 都會有過渡期啦 就像自動車也是一樣 呃 陳靜雯問我說 自動車來臨之後 需不要考駕照 嗯 完美的自動車來臨之後 就不用考駕照 但過程當中可能 假設車子網路有斷掉 還是要人去接手 對對對 所以 還有還有慢慢一段路要 要去加強跟改變 對 好的老師 那我們現在再來回顧一下 你今天幫我們講解這個5G 老師其實有講到了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當5G來臨的時候呢 我們的5G的行動通信一定都會有所改變嗎 嗯 那第二個一定都是針對最重要的一些車聯網的部分 然後會有所佈局 那第三個呢 可能就是遠距醫療的部分 跟各自的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然後 當然在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講解的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讓我們的粉絲知道 到底現在目前5G的生活 好 然後針對這樣子的技術 然後有什麼樣子的 呃太大的一些改變 老師剛剛我們的粉絲其實也有一個問題 他說 未來一般的終端使用者 在這個網路支援的部分呢 是否有一些免費的一些發展的趨勢 比如說他提供 可能會提供一些免費的服務 嗯 現在我們使用網路都必須付費用 是 對 那其實的確有人在談 以後網路應該變成跟生活化一樣 他好像就是國家的基礎建設之一 對 那你只要有繳稅收這些 其實網路就應該能夠使用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 有在談的 談的國家進步的一個思維 在日本有一些部分 就像 如果你去看日本到時候 奧運要來臨了 對 他有提供越來越多的一些免費的 無線網路連結 給他們去參觀 OK號的外國人使用 沒錯 那以後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 當以後有越來越多的技術 應用 要依附在網路當中 對 那網路就好像變成外面的馬路 跟道路是一樣的 大家都可以使用 這是有可能的 對對對 這個學生 不錯 厲害 粉絲非常踴躍 在問這樣子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還有一個5G的應用 就是像現在的直播 好 比如說主持人跟觀眾 可能在做這個互動上面 都會有一些延遲 好 的確啦 可能因為網路的這個問題嘛 老師你覺得這個應該有 有怎麼樣子來解 來解這個問題嗎 當網路速度越快 然後伺服器處理越快 其實就像我們現在這個直播的延遲 以後也會降低 對 那 影像的延遲其實就像 我們提一個東西 就像VR VR叫做 AR AR是擴增實境 但現在還沒有那麼好用的原因是 它的影像跟人體的眼睛吸收 是有一點點差距的 但我如果轉頭轉很快 其實那個影像跟不上 會造成人的暈眩 對 但這些當5G來臨之後 速度越來越快的網路 其實這些東西都能夠慢慢的避免掉 對 就像現在能夠做直播這些 跟大家同學聊聊天 其實這已經是 網路速度有很大很大改變 沒錯 對 老師剛剛也有這個 我覺得這個問題提問的非常好 老師5G的來臨會取代家用的光線嗎 有可能 對 以後慢慢越來越多的東西 它其實都會應用在無線上面 對 那 所以有線網路勢必 可能會慢慢慢慢的 用的越來越少 或者是有限制 是 就像你不太可能開著車子 還接一條線 對啊 對不對 所以車聯網絕對是用 全部通通都用無線 只有那個交通號是可能會接有線 那醫療的上面也可能 全部通通都會慢慢走向無線化 對 老師剛剛這個同學其實 他問的問題還蠻好的 老師如果家庭都用這個5G 比如說都已經無線化了嘛 那這個電波對我們的生活的品質 跟一些比如說危害 它有沒有相當的影響 無線電波 對 對人體之間有沒有傷害性這些 而且這需要很深很深的醫療這些 才能夠完整分析 對 以前我曾經聽過一個醫生跟我講 這些東西大概都要比這長期的數據 才能夠做加以驗證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公胎的平台 所以我不太知道的東西 沒有辦法很明確的跟你說 會還是不會 但到時候 應該會有一些醫療上面的一些報道 OK確定說 我們的5G通訊系統 那些頻撥對人體到底 長久看來有害還是無害 對 老師你看同學又在問了 我們的粉絲 無線會取代有線嗎 然後穩定度或者是干擾的程度 然後會有什麼樣子的就是區隔 如同剛剛前面說的 就以後會為了末端設備 而有所做改變 剛剛就說車聯網以後 它就是不能夠接有線 對 所以有線會有有線的市場 對就像我們在辦公室裡面 電腦是不太移動的 它可能還是接有線網路 那可能外面的車聯網啊 OK 無人商店 對 無人商店總不能我 我進去買東西 我的身上還要接條線不行 沒錯 對那個後來通通 對像還有 最近不是有很多無人機這些東西 對那些都必然而言會走向 無線的這個區塊 對 嗯哼 老師 那有一個粉絲在問 什麼叫做LTE LTE其實是第四代行動通訊裡面的一個技術 對 那這個比較深 不再現在去提 對沒錯 好 那如果想要了解的話 就是後續我們有舉辦各項的直播 歡迎他來聽 對我們定期都有一些說明會 其實都可以來分享一下 沒錯 那今天呢 我們就非常謝謝我們的老師 以及我們的粉絲 在我們這個十二點半的這樣子的時間呢 然後跟我們一起做這樣子的一個直播 然後聽一些老師在講解一些相關的一些網管的 網路方面的一些議題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我們的粉絲 還有謝謝老師 然後呢 帶來這麼精彩這個5G生活 那一樣我們的粉絲不要忘記了 在後面我們一樣會有一些影片的觀看 不要忘記了幫我們按讚還有分享 好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今天在這樣子一個時間 然後能夠跟我們做一些互動跟回饋 謝謝 謝謝